一路朝阳正在秧巴和库场热播 目前已经连续三天拿下全网热度第一 收视率峰值也终于破二 不得不说 李兰迪 王阳 王菊 高业 这几人的演技是真的好玩 特别是李兰迪在剧中扮演的李牧佳这一角色 简直是让人又爱又恨 爱是因为李牧佳不卑不抗 恨是因为李牧佳太过直傲 就那李牧佳的结局终究还是让人失望了来说吧 归根结底就是李牧佳认死里 不懂得便通一点点 抛弃黎光 黎明大厦项目让黎光狂赚一笔之后 基金会的金总就拿300亿来追投黎光 当时李牧佳是劝黎光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而黎光却坚持要拿下这次投资 甚至不惜许下盈利70多亿的对赌 因为在他看来投行就是如溺水行舟 不禁则退 谁知基金那边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正当黎光的摊子越扑越大 急需要新的资金注入的时候 所有的金注竟都不敢投给他 并不是说那些人觉得黎光能力不行 而是他们通过墨大海那件事 有些怀疑黎光是一个微薄红颜一笑 不惜风火惜诸侯的庸教 所以目前摆在黎光面前的路 就是要么不跟李牧佳结婚 要么让李牧佳当连带责任人 可是黎光怎舍得让李牧佳跟自己涉险 于是就提出了暂缓婚礼 李牧佳一听 黎光要让他等两三年 他也不管黎光如今有多难 直接就拍拍屁股起身走人了 盲目自信 还记得李牧佳接手的第一桩案子 就是黎光威逼利诱金拿律所 指明道姓一定要给到李牧佳的 当时以李牧佳的从业资质是断然没机会 接手这种大型企业的案子 他顶多也就是帮一些小企业的老总 搭搭离婚官司 还有李牧佳已经打成了那几个案子 无疑不是黎光在背后暗中防腐 否则他怎能处理得了 再看看李牧佳对自己取得的成绩之后 有什么样的体会与心情吧 当李牧佳拿到一百万奖金的时候 他从未想过这一百万是他间接从黎光手上得来的 而是特别骄傲地说 这是靠自己能力得来的 一直到他跟黎光分手之后 他没有案子可以接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在金达律所如此顺风顺水 竟全是因为黎光的帮扶 为申令达 早在跟黎光正式分手之前 李牧佳就结识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令达 当初黎光一眼就瞧出了令达对李牧佳有非分之想 为此还跟李牧佳搂战了好几天 如今黎光跟李牧佳已经成了祸趋势 令达自然会趁机表现自己 为此不惜邀请李牧佳来自己的莫愁园林 当市场部高管 政治不顺的李牧佳自然动心了 只不过他还想有些在金达律所找回面子 有一说一 同黎光分手跟令达在一起 确实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毕竟令达比李光帅 还比李光年轻 最最重要的地方在于 令达没有结过婚 更没有跟一个李牧佳年纪差不多的女儿 只是令达跟李牧佳谈恋爱 估摸着也没有几分真心真意 他极可能是占据李牧佳后 再去跟李光谈条件 依旧获得更多的商业资源倾斜 总而言之 就目前这个节奏发展下去 李牧佳的结局 未免是要有些不如人意了 也有些不如人意了 就像不如人意了 我一旦意了 我已有些不如人意了